中秋節發生的採買驚魂 就在上午十一點多 海中市東區新民街市場 有一棵高達六公尺的樹突然倒塌 有很多民眾正在忙著採買 不偏不倚 導致有一名王姓男子 經過的時候不小心受了傷 聳醫治療 民眾質疑該不會是樹根腐爛 沒有及早發現 才會釀成意外 六公尺高的樹無預警倒塌 橫躺路中央 一名剛好路過的王姓男子 右肩右腳慘被砸中 救護車貨爆到場 還好他沒生命危險 還可以自己走上救護車 有關單位貨爆迅速到場 把倒塌的樹聚成一段一段 等待清運 可以看到樹木倒下 重力加速度讓鐵圍牆 也扛不住被壓倒 被砸中的機車 有的車殼裂開 有的車架折歪 回想起事發當時募集民眾還心有餘悸 這起意外就發生在臺中市東區新民街市場上午十一點多 民眾質疑是樹根腐爛才會導致路樹倒塌 民眾出門採買準備過中秋 卻遇到路樹無預警倒下來 肉還沒烤先吃了一斤 記者李永勝許家師台中報導